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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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今个星期开始 事行在维丰强检大厦 上本为老人家登记和打疫苗 新增8千多宗新冠病毒个案 连续两日回落到四位数 俄乌战事持续 拜登说不能够被普京继续掌权 俄方搏弃说不是由拜登决定 政府今个星期开始 事行在维丰强检大厦 向未打针有需要的老人家 提供上门接种疫苗服务 现在疫苗接种优先的目标是一路一右 政府在星期六预告 今个星期开始透过地区组织 派发物资的时候 为长者登记 安排外展队稍后上门打针 日后再设立网上平台 最新的还包括今个星期开始 在维丰强检大厦 为未打针年满70岁的长者 或者行动不便人士登记 在抢检第二天获得陰性检测结果之后 安排上门打针 据了解打针之前 仍然会做简单的评估 可以让住在 这些有数据显示感染风险 可能较高的屋邨或者屋苑 去看着整件事 大埔广幅村连续多日都有维护行动 村里面不少日长者都已经打针 不分人认为新安排来得太迟 浪败了 你跟她说我很喜欢我太太 行动不方便 我都是要自己找车车去诊所打 你叫她政府帮 帮不了多少 整个主动的晨组 几个月前要有这样的行动 现在才说你怎样怎样 都是迟就迟了些 好过没有 对 当局近期每日 维封至少几栋的大厦 是否有足够人员 协助找到有需要打针的长征呢 据了解政府最初每日 会选选其中一栋的维封大厦 推行新安排 缩集流程之后才会扩大规模 消息说今次的计划主要是 针对未打针的人 如果市民需要协助打第二和第三针 本案实际情况再安排 叶德权又呼吁 还未打针的长者 如果是可以自己去到接种中心 就应该尽快接种疫苗 而不需要等候上门的服务 本案林郑月娥在例行抗疫记者会 再次被问及要不要为防疫政策失误 导致今波疫情累积7千多人死亡 而问责道歉 她说第一宗Omicron本地个案 在去年年底出现 当局之后成功压止扩散 今次爆发是源于检疫酒店 是在一个检疫酒店里面 有一位人士快完成了检疫期 让另一位新进来检疫的人士感染 这不是人为上的错误 是在一个公共卫生的危机里面 有时没有办法完全可以避免这种因素 同样地针对全民强制检测 我们一早都认为时机是重要的 但是也没有人可以预测到 在2月之后会发生这么严重的爆发 至于星期六公布由劳福局牵头 设立检讨院社抗疫能力跨部门工作小组 林郑月娥澄清小组 并不是就这次疫情成立的检讨委员会 我觉得一个这么大的公共卫生危机 涉及了相当多的死亡个案 而我在这里也对每一位离世的人士 他的家人是至深切的慰问 所以是值得一个全面的检讨 但是这个现在我们还在疫情的期间 而且都未能完全可以有信心 就说在短期内会走出这个疫情 所以作为现任的行政长官 我就真的不觉得现在应该去分心处理 一个这么大规模的调查 相信下一届政府是会认真处理的 如果下一届政府需要本人 作为这次抗疫的主体负责人提供意见 所以我很乐意提供意见 他又希望社会实事求是 支持政府找出一套最有利于香港抗疫的方案 尽快走出疫情 无线电视记者郭永恩报道 半港新增8,037宗确诊 交昨日再稍微回落 部分地区人流急增 有政府专家过问说 过去5日的出行数字明显回升 不会奇怪疫情反弹 担心社交距离措施 未能预期在下个月底放宽 星期日的深水埗街头 无论是福华街 还是鸭寮街一带 都是类似的场面 搭卖场内外更加是人头涌涌 午饭时段过后 部分食肆仍然见到人 昨天开始多人多了 可能现在的核心是低了 好像昨天也不过一晚 就少了 那些人就放松一点 就出来 可能在里面的屋子 又时间久了 就出来走 应该大部分香港人 都应该会有 所以就 都不是那么害怕 现在的感觉 你几天没有中标 也有 也有 在荃湾部分商铺内 都有不少人 不少人喜欢交游 在西贡 有食肆未到中午 已经坐满客人 其实这两个礼拜 就是 礼拜六日 比平时 多了三十到四十 多 其实都担心 不过我们要做回 我们自己防疫的设施 政府专家顾问梁卓伟提醒市民 千万不要有错觉 现在外出已经无所谓 过去这五六日 那个出行指数 是很明显的 是回上去 所以这个 如果我们再是 走出去的 我恐怕 那个社交距离的措施 无论 怎样想復常 或者是 计划在4月21日去復常 可能未必做得到 就算你看我们估计 是有超过四百万人已经是染疫 但是也即是换句话说 还有三百多万人是未染疫的 所以你走了一半多一点 如果你说 你现在又是回回去 那个出行数字 也即是说 那个交叉感染的风险 也都是立刻回上去的 所以我相信 如果你说第五波 是回回去有一个反弹 是一点都不奇怪 有饮食业界都有类似担心 杜苗饮食专业学会主席徐文伟建议 业界在这段时间 集中做外卖生意 确保疫情回稳到4月21日 到时食股可以全面恢复堂食 无线电视机者 林俊天日道 新增个案 连续两日回落到四位数 当局说 目前急症室等候入院的情况有改善 呼吁身体不舒服的确诊病人 尽快求医 新增确诊连续两日回落至四位数 除了两宗输入个案 另外8,035宗是本地感染 包括3,553宗核酸检测阳性 和4,482宗快速测试阳性情报个案 希望市民在这个关键时刻 继续保持着 忍守着各行社交距离 减少聚集 尤其是长者 尽量留在家里 不要有跨家庭聚会 再多130个病人在公立医院离世 由57至108岁 其中5个是60岁或以下较年轻的病人 全部没有接种新冠疫苗 另外有21宗早前死亡个案未公布 第五波疫情至今累计7,039人死亡 当局呼吁身体不息的确诊病人尽快求医 但现时急症室等入院的病人人数比之前改善了很多 等候的时间都短了 年长或者小朋友 如果他们都有一些比较差的情况 例如好像气速 持续高消 抽筋 又或者本身发觉他是有缺氧的情况 可能是面部或者嘴唇变蓝 当局又说个案持续回落之后 人手和检疫设施等配合到清零阶段的时候 将会恢复追踪患者的密切接触者 目前有350个病人入住压博管设施 医管局说等运作暢信 可以接收多大概100个病人 接近病床数目上限 至于新冠口服药 目前已经处封18,500次 无线电视记者杨培斯报道 俄罗斯持续空袭乌克兰 以远程高精准导弹攻击西部李玉夫一个游户 美国总统拜登宣称 不可以给俄罗斯总统普京继续掌权 克里姆林宫随即搏迹有关的言论 说俄罗斯总统由人民选举产生 不由拜登决定 乌克兰西部城市李玉夫被俄军攻击的游户 继续有大批消防戒備 现场据报传出赤被化合气味 俄罗斯国防部说 他们星期六向这个游户发射远程高精准导弹 又以巡航导弹攻击李玉夫另一个维修防空系统 雷达等军事设备的厂房 俄乌战事以来 李玉夫相对较少受到轰炸 估计有20万乌克兰人逃到当地避难 而当地距离波兰边境大约只有70公里 访问波兰的美国总统拜登 在首都华沙演说的时候说 俄乌战事不会在几天或几个月之内结束 要为长期作战做好准备 又宣称不能给俄罗斯总统普京继续掌权 克里姆林宫铺斥拜登的言论 说俄罗斯总统人选不是由他决定 而是由俄罗斯人民选举产生 白宫其后澄清 说拜登所指的是普京不能对鄰国 或者相关地区行使权力 并不是针对普京在俄罗斯的权力 也不是鼓吹俄国政权更跌 正在以色列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也说美国没有令俄罗斯改朝换代的政策 认为拜登所指的是普京不应该被授予开战 或者入侵他国的权力 无线电视记者杨洁义报导 休息回来有其他消息 回来新闻时间 政府专家购问梁卓伟说 应对未来疫情要做好不方便 包括精准打针等 又说留意到院舍长者成为人球的情况 当局应该尽快改善 本身是港大医学院院长的政府专家顾问梁卓伟说 本港抗疫要做好五方面 包括打针、派药、床位灵活调配等 对于右安路院舍日前说 仍然有确诊院有出院之后 直接送返院舍而不是暂托中心 梁卓伟说都留意到类似情况 去了急症室 躺躺躺躺躺 躺完之后就上急症病房 去完急症病房 就说我这里不够位了 就不如去我们所谓的康复医院病床 又去第二间医院 都是医院局的 去到那里住不够几天 就说现在就请你去这些所谓的方仓 或者是一些临时的委托中心 你想想一个长者在两个星期内 去搬四次好人都散 7101个丧生的新冠病人 绝对不可以当这些是冷冰冰的数字 他说推高接种率的同时 也都讲求精准 建议当局每日公开数据 包括每间院舍多少人轮后打针 拒绝打针、不适合打针等 才能够有依据对症下药 他说整体抗疫上都应该要有大局观 除了想自己香港的利益所在 也都要想想我们在整个国家的大局观 怎样可以帮得到这件事 最好就可以帮得到国家 就算帮不了也不太添烦添乱 那应不应该在今波疫情的尾声 做全民强制检测呢 我们推算今天来说 那你便可以考虑 就算说我可以救床位了 但是你是要做一个快 那个所谓排查追踪 他强调就算可以动态清零 随着关口最终放宽 都会走向将新冠病毒变成风土病 所以更重要的是做好准备 无线电视机者林俊谦不道 九个国家来港禁飞令 星期五取消 政府宣布调整航班熔断机制 维持熔断条件不变 但熔断日数由14日缩短到7日 原本的航班熔断机制 只要同一班机 有至少三个乘客抵港之后确诊等等 航空公司相关航线要熔断14日 外界就质疑 就算取消九国禁飞令都无用 政府深夜宣布微调计划 维持熔断条件不变 但熔断日数由14日缩短到7日 特首林郑月娥再被追问 会否作用有限 来自菲律宾的航班 曾触发熔断机制被禁飞 影响外用来港工作 有外用中介就说缩短航班熔断日数 可以加快外用来港 取消禁飞令后 首阶段被在外港人返港 外界关注检疫酒店是否足够 当局宣布 将13间早前改作社区隔离设施的酒店 转回去做指定检疫酒店 可以额外提供超过4400间房 下个月1日开始陆续投入服务 即是合共有38间酒店 超过1万间房可以选择 根据政府网上公布资料 新增的13间酒店 一间单人标准客房价钱 由500元到1350元一晚 4月的预订几乎爆满 另外4间酒店 大约1600间房预留做外用检疫 政府也公布 星期二开始前往内地航班的旅客 在机场办理登机手续之前 需要额外接受快速核酸检测 无线电视记者李维尔报道 东航客机在广西聚围事故 第二个黑盒也都已经找回 即日送去北京分析 张萧在广西五周时报道 东航MU5735凶难 搜索行动第7日 搜救人员在上午9点20分 在距离主要撞击点大概40米 深入1.5米的泥土之下 发现了一个橙色的圆灌 经现场的民航专家早确认 是失识核机的第二个黑盒 即是非行数据记录仪 在当地指导救援的国务委员黄勇 和搜索队伍的代表握手致意 经检查记录器其他部分损毁严重 数据存储单元外观较为完好 目前该记录器存储单元部分 已送往专业实验室进行一马工作 有内地洪空专家指 追击现场的环境复杂 当告一个星期就找回所有黑盒 已经超出了预期 呼吁公众耐心等待最后的调查结果 今天是越南者的头七 现场车友祭坛 多名家属离拜祭 搜救现场也举办哀悼活动 全体搜救人员向着失识核机的聚毁地 低头密哀三分钟 现场车辆也名笛 动航代表就透露 已经启动了赔偿工作 将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 和家属商讨 当局说 会继续寻找越南者的怀骸 遺物和飞机残骸 同时会做好越南者的善效工作 无线电视记者张萧 在港西吴州报道 菲律宾海岸卫队说 一艘海警巡逻船 今个月2日 在据主权争议的南海 黄岩岛巡逻时 有一艘中国海警船银近 当时两艘船的距离 只得大约19米 说中国海警船限制了巡逻船船的航行范围 明显违反了国际海上被碰规则公约 菲律宾军方说 今次是自去年5月以来 中国海警船第四次 在黄岩岛迟近菲律宾的巡逻船 事件已交由外交部 根据规则和和平方式处理 中方多次重申 南海诸岛是中国固有领土 中国海警船人在黄岩岛一带 依法进行执法活动 休息回来有另一节新闻 休息回来有另一节新闻